知道老子堂等董美员的很多反例老板带出死来偷学这道菜 当然我要是不告诉他 他就是带出死来吃一八次 他得学不去这道菜 今天粉丝突破一万 我想把这个配方交给大家 感谢一路由你们陪伴 做好这道菜有四个关键点 第一点就是董米和子弹的比例 刚才我放的是四两炒米 一个子弹 不加任何调料把它反拌均匀 这个炒米最好选择是露米的 有的市场上卖的都是根米 就是碗稻米 子弹呢什么子弹对心 反拌均匀后静置一两分钟 让炒米吸收鸡蛋液 这时候把静置好的炒米 粉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如果觉得有点蘸手的话 可以带一碗水 手占领水再去做 现在是第二个关键点 你看看我的手发 把这个圆子用手把它捏紧了 越紧越好 看看捏成这样就行了 接下来我们来指着 这个老子是四线炖好的 不加任何调料 包括葱和酱都不放 如果假停有条件 这个老子最好用傻惯的调 味道会更好一点 现在是第三个关键点了 我们来开始炸圆子 这个圆子呢 是凉油直接下入圆子去炸 不要把油纹省稿了 慢慢给它扬榨指数 把这个圆子里面扬透了 所以说油纹的省稿 这个圆子就蓬松了 炸到什么样效果为好呢 我们拿一个圆子把它摆开 里面要是没有米粒状的 然后这个圆子就炸得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顿圆子 这是第四个关键点 先下入紫塔 有的要问是不是非要老母子顿 这个无所谓 用撒云糖 铁包糖都可以 就是你放入自来水 加点几本味 这个圆子也非常好吃 这个糖只放盐 不放其他任何调料 接下来我们就是第四个关键点 糖少可以下入圆子 然后加盖 闷一分钟 闷一分钟后 对于储学者呢 如果掌握不好 可以先加一个圆子看一看 看这个圆子里面 有没有硬性 没有硬性就比较成果 这个圆子呢 它不加热 不上镜 而且它还不散 更顺其的地方 这个圆子能吃出玉米的香味 看到这了 老铁们能不能给个红行指示一下 如果还有不懂的地方 评论区我会一夜给你们回复 是的 我 我 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